哈囉大家好我是明高 雖然很久沒更新了 但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能讓我大量水 能大量上傳影片我覺得非常不錯 活動是隨機太盡洞的實況主決鬥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太監屬性進行捕捉 但會遇到什麼樣的寶可夢都是隨機的 另一方面來說也是非常講求運氣的對決 那今天我的對手是MuMu 跟前幾天不同 分配的比賽是我的一號隊伍 先從生態巨蛋開始挑 第一隻遇到的是鴨嘴火獸 剛好還是龍屬性的 立刻幫他證明鴨嘴火龍 第二隻再挑選一個龍屬性的 竟然是非常害惡的冰鬼戶 我覺得這隻大家會很難受吧 那我只好盡量選出好了 第三隻的話也還不錯 妖精屬性的土龍耶 哇又是一隻害惡獸 有點不好意思大家 這隻我也盡量選出好了 第四隻 咦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 哈哈 雖然幽靈太精不是特別好用 但能抽到河馬我覺得實在是非常幸運 馬上用了救急球捕捉 並且取名為米高本人 最後兩隻分別是蝸牛跟皮可西 蝸牛命名為小瓜 而皮可西給他玩的戰術是魔法防守 因為前面幾隻太拖時間了 這隻如果繼續純樸冥想 我覺得大家會發現 好的我的一隊是負責前一場的隊長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場是我們的 木木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的隊伍也是 運氣蠻差的喔 兩隻兵器格鬥鳥 然後還有一隻那個 那個修建老將嘛 可能火焰寶珠的 不過他的斜防性是蠻好的啦 如果是起點暴雪王 那我們玩土龍不錯吧 因為他開牆我們可以 直接把他畏縮到死 然後他還有一隻修建老將 修建老將 那我們就直接選擇河馬 皮可西的火焰寶珠 換他是一樣的道具 然後他兵器很多嘛 我們再選一隻鴨嘴火龍好了 第三隻吧 欸 結果木木先派出來的是長紅鶴 他的特性打格鬥招 是連鬼系都能打得到的 所以應該直接進戰了吧 那我們換上河馬手好了 讓他打頭盔 怎麼第一隻直接派長紅鶴啊 我以為是暴雪王之類的耶 可能 披帶喔 這隻 可是我們有殺爆 欸 對手還有學挑釁 哇 那 我們反而沒什麼打點 而且 變化招被封了 這邊再換上鴨嘴火龍好了 應該 用鳥猛攻了吧 應該用鳥猛攻 但是我們有進化騎士 他會打我們跟抓羊一樣 啊 還有順風 順風配誰啊 那隻嗎 電擊魔獸 看起來蠻像的 然後 然後他應該又會繼續挑釁吧 那我先 拍弱好了 先把他道具打掉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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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難背包 直接換了吧 因為他沒辦法退場打近身戰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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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換出來的寶可夢再被我打掉到底 OK啊 修剪老將 那他的火焰寶珠就沒了 他沒辦法透過那個 毅力來 喔生命寶珠的喔 我以為他是毅力的 那還行啦 生命寶珠也有1.3的增傷嗎 然後 然後我覺得 他其實順風也配不太到 而且我挑釁還有 可以硬打啦 但是我覺得這邊讓他打我們頭盔好了 畢竟他有配什麼招 都還不確定 如果 如果有很痛的 地面性 那反而很虧 好 嚴崩 嚴崩打我們就解放了 我還以為是地震 而且對手的 順風也沒了 這邊他應該換場紅鶴吧 因為可以擋地招嘛 然後 又可以上來挑釁我們 完全的封死我們 對吧 還是硬打 硬動拳 OKOKOK 好 那還行 逼他長紅鶴做替換 這隻沒有配隱形也有點可惜 哈哈 是玩偷懶跟那個地裂的 好啦那 他再換回修建老將我們可以地震 對吧 還是硬挑釁 沒有 OKOKOK 哪一隻 老將 到目前為止都有讀到喔 也太坦了吧 好啦那 這邊他應該再換 或者我們逼他換 一樣繼續哈欠 對 我以為他會選這隻 是火豬的耶 因為讓自己灼燒之後 就不怕這個哈欠的循環了 好那這邊對手選擇 近戰 非常的痛喔 可是他也會掉血 有那個萬惡的頭盔 哈哈 OK他繼續換 他會換那個 長紅鶴 因為如果能讀到我們的地震 他這邊就超級賺 可是很抱歉 就是不給你上這一隻怎麼樣 哈哈 他上來就是被哈欠的命運 直接偷懶吧 把他血回復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用滿血狀態 打他的那個修建老將 對手猶豫囉 硬挑釁 欸 對手已經氣到 決定睡這隻了嗎 哈哈 連偷懶都不給我們偷懶耶 有點可惡 那我們就換個 換鴨嘴火龍的話 也沒有招式可以打 那我覺得我們換上 土龍結結好了 雖然大蛇盾也沒辦法 可是空氣斬 空氣斬的話 對他也是 效果絕對他兩倍 好一回必睡 接下來的話 看他會不會瞄醒 然後選擇太盡妖精 我覺得 跟實況主還是不要賭好了 我們直接太盡化 幫他如果打進深戰 這場就沒了 好對手決定好 獨刺水母 欸 那最後竟然是獨刺水母 那麼這樣 可能就有點尷尬了 好坦喔 HD練滿了嗎 這個坦度也太誇張了吧 這裡我先麻痺他好了 還可以靠賽一下 酸液炸彈 哇 這個 竟然有學這招 會大幅降低我們特防 那就有點尷尬了耶 接下來可能 再一發污泥炸彈了吧 那我們會直接蒸發喔 這個 剛好太盡化給他打 好那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 這邊換上壓醉火龍好了 至少不會被他直接秒掉 然後 看能不能賭到一個排落 把他的那個 道具不知道是什麼道具 他也沒有回血 這邊對手麻痺 我以為是聖範類型的耶 可能是突擊背心的嗎 先打掉會比較好打 對手換人 再換上老匠 不可OK 再上老匠 他應該不會雙換那個吧 那隻是長紅河 我覺得我們上河馬好了 他很難處理我們這一隻 OK繼續煙崩 這邊 他一個直接補血 你敢換嗎 欸真的敢 你敢換水母嗎 水母我地震會 殘紅河 最抱歉的那種 他的水母也是 不太敢上來直接吃地震 結果我選擇的是偷懶 繼續把血拉回來 超級噁心 那這邊我們 賭他繼續睡吧 他睡過一回合了 那就算 上來挑釁 這隻至少還能做一點事 喔對手提起水 OK 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是 不太傷啦 因為已經扣過血的河馬 也把血拉回來了 呵呵呵 這邊他 應該再來換那個 獨自水母吧 我想要賭一個賭指尼耶 OK 有抓到 有抓到 這招會下降別的命中喔 雖然也是超級癢 欸 他的命中怎麼沒有下降啊 欸 欸這什麼特性 我以為是那個 會讓別人回血的無泥漿耶 就是會扣血的無泥漿 竟然是 不會下降能力的特性嗎 好對手麻痺 超級賺 那還可以啦 我們可以把戰術玩出來了 田恩的空氣斬 這個衛縮率 超級高喔 欸 別這樣啊 空氣斬還有加麻痺耶 這沒有衛縮 可以繼續賭啦 可是我已經被他下降的那個兩級特防了 只要沒有萎縮到那 會直接蒸發喔 我覺得我不要繼續賭好了 我不相信我自己 運氣是這麼好的 而且他應該打不動這隻吧 哇 衝浪 衝浪這麼癢 那還行那還行 這邊吼叫 因為他會換那個 換那個修建老將吧 對手換人 所以他換出來之後 我們直接把他吹走 不要對他這隻 結果是 這隻嗎 好吧 藏紅二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對他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點 讓他白白睡覺 還不如直接吹走 再抽出的是水母 那 我直接拍座好了 賭他不會換 再換走 好吧 如果能讓我拍到他的水母 真的很賺耶 他一直換走 不想要讓我拍 這樣子我們這邊 應該 不會醒來這麼快吧 所以兩回合了 再賭一次好了 我們再換那個圖龍姐姐 OK 對手醒來了 繼續用挑釁 那就是 那就是我們只能打空氣斬囉 而且他 只能換水母了吧 不然他的那個 還沒有太進化的 那個修建老將 也是怕 通氣斬 也是怕飛行器 然後他這隻應該是突擊背心的 因為打這個傷害 真的超級癢 不過已經重置過了 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下降特防能力 已經替換過了 所以又重置了 所以我這邊再繼續拼個 衛縮吧 哇 終於有了 挑釁也結束 空氣斬 我已經確定他的特性 是不會被下降能力的那個 所以我的直尼 配跟沒有配是一樣的 那招已經完全廢掉了 我們來考驗一下 我已經把姆姆的運氣 哈哈 嘘 欸 你這 為什麼那麼容易不會被衛縮啊 天恩捏 我是天恩捏 奇怪 雨漆可能補不回來了啦 那而且換 鴨嘴火龍他有那個 他有衝蠟馬 所以我兩隻也上不了 所以 繼續賭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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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可以吧 不要讓我這隻死 說 麻痺 YES 不是麻痺就是衛縮 超好玩喔 再來 哈哈哈哈 他完全不能動 他突擊背心也沒有回血手段嘛 所以 再來嗎 我覺得差不多了吧 他衝浪也衝不死我的火龍 然後我可以上來排羅 OK 雖然很好玩 但是 我們不要一直賭運氣 遲早會翻車 衝浪 死不了吧 剩下八滴 算得剛剛好耶 那他如果換人 我們再吼叫 可是我 真的很想拍他一次耶 喔 他沒有換 他堵我們吼叫 OKOKOK 真的是突擊背心 那可以 好 衝浪 這隻送你沒關係了 因為我該做的事已經做完了 終於把他的 突擊背心排掉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無限衛縮戰術 而且因為 他下降特防要重置了嘛 所以我們先 安全的回血 他要打很痛我們 必須要在 污泥那個 酸液炸彈加 加衝浪 把我們收掉 忽然 已經重置過了 你根本就是 對我們沒什麼傷害了 還是還有污泥炸彈 應該沒有吧 就算有也 收不掉我 HP很多 你看228的血 228 喔對手麻痹 那就超級賺耶 哇 我兩隻血都是滿的 然後他只能送一隻了 OK送這隻 這隻麻痹已經沒什麼屁用了 我們沒什麼路用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觀眾 是沒什麼路用 不是屁 接下來是 長紅鶴 好 成紅鶴會上這隻 應該太進化吧 好 來開順風 來開順風 所以我的大蛇燈也 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 順風 加速兩倍 然後麻痹降他速兩倍 好 進展 哈哈 終極抓癢 那只能送這隻啦 還行還行 那這樣子還行 最後就剩那隻 修建老將 所以留太金化給修建老將 雖然他已經殘血了 可是 我覺得保險一點還是我們換這個河馬好了 照理來說他應該打不動我們這一隻 除非 除非 冰洞拳加太金冰嗎 可是我 河馬是物防點滿的喔 非常變態喔 毒擊喔 嚴崩跟毒擊 很好克制我的那個耶 火系跟 妖精血耶 還好我的河馬超級強 那接下來應該 就算打不死我 如果沒有碰到兔兔頭盔 他也會被殺爆刮死 還是他有吸取拳 可是吸取拳也要吃頭盔的傷害喔 最後 晉升在 最暴力的一擊 那就沒啦 哈哈哈 這場其實也玩到時間快要到了 啊那個 還好我是有回血手段的 不然慢慢磨可能會玩輸他 好啦 那就謝謝木木指教啊 最後總結一下 雖然跟木木不太熟 但也很高興透過這次活動 能好好認識一下 他本人在群組尖調師 感覺也是一個非常nice的人 那他的頻道 除了寶可夢對戰之外 常常也會開台跟觀眾互動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支持一下 另外我跟他還有另外一場的對戰 是木木的視角 跟我二隊的對決 也是非常有趣 歡迎大家點擊資訊欄連結去觀看喔 那下一場的對手是二圖 史詩集的對決終於來了 非常期待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吧 掰掰